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理财Superman 我们看到昨天美股居然跌了1% 1%多一点 三大指数都跌了超过1% 但是我们看到台股怎么样 昨天的夜盘只跌了0.6% 再加上今天的台股表现 其实是一个开低走高的样子 所以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 都告诉大家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那在最近出现的这些震荡 是不是反而是大家可以留意的好买点 所以我们的标题下得非常明确 叫做好股要趁震荡买 另外我们观察到今天的台面上面的 这些雏能题材绿电题材 它的资金似乎有在往外扩散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聊一聊这些个股 首先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给会员的讯息 就写得非常的明确 早上8点33分 连盘都还没有开 你连试戳都还看不到 我们就已经先跟大家讲了 因为昨天的美股 其实三大指数跌幅都超过1% 可是台股在这边 已经用它的表现来展现出 它自己的体质是相对比较强的 为什么 你看昨天美股跌了1%之多 台股如果只跌了0.几% 相较之下 它就代表的是说 在这边台股有人在顾 或者是你也可以理解成说台股在前阵子真的被杀的太低了 那很多的股票被错杀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会有资金想要进来买 那我们也是很乐见于股市在这边震荡一下 因为我们也常常跟大家讲啦 行情要一波到底或一波到底的几率通常都是小的 所以中间这些股价的震荡 反而是有利于筹码换手 那把一些不安定的筹码 短线套牢的 或者是短线想要获利了解的筹码 稍微换手一下清洗掉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行情的趋势就能够延续下去 而且如果我们现在知道了 股价还有很多是相对便宜的 那我们当然是要趁这些震荡的时候 股价变得更便宜更甜的时候 我们再去做切入 会是风险比较小的策略 那我们也看了一下今天的台股走势 确实今天早上的时候 一开盘台股还往下走了一段 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股价 前阵子因为反弹的力道比较强 所以他们在今天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答 可是还记得我们的标题说什么吗 好股要趁震荡买 说真的啦 今天台股虽然说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下跌了 跌了六十几点 可是有很多的股价已经在创新高了 像是之前我们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跟大家讲过的元太 那元太在今天涨平板创新高 而且是在大盘相对弱势的情况之下 因此我认为台股在这边 现在已经变成的是一个台股两个世界 也就是强者横强的一个状态 那今天有很多的股票 他们本身的企业体质都是没有改变的 都还是非常的好 今年的成长性也都会维持住 那也是因为前阵子大盘相对比较弱势的情况之下 所有的股票不管好股还是烂股 都跌得稀里哗啦的 那变成是现在你可以去观察 哪些股票率先创新高 代表这些股票 他们的基本面是相对比较好的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台股只要出现震荡 那有一些好股票 他们的股价也有可能是因为市场的信心不足 导致盘中出现回档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去留意一下 到底哪些股票是大家想要买进的一个点位 在这个地方勇敢出手 我认为胜率都是相当高的 那我们回头看一下 在我们的LINE群组里面的观点 3月10号 大家还记得吗 其实也就两三个礼拜之前 两个礼拜之前 台股还在跌跌不休 还笼罩在整个战争的乌云里面 那我在3月10号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很多股票接下来会开启风狗跳模式 什么叫风狗跳模式 在底部打好以后 你又看到啪啪啪 可能两根涨停板就出现了 或者是连续大涨两天三天 那股价从底部上来 可能两三个交易日就已经涨了 超过十几% 这种东西叫做风狗跳 那实际上面我们也观察到了 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 真的有很多股票出现风狗跳 但我们早在两个礼拜之前 就先跟大家讲了 这样子的情境有可能会发生 那接下来啊 那个时候我也告诉大家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思考 到底要买还是不要买 因为你如果还在想这个问题 那就太low了 在3月10号的时候 你只剩下一个问题是 要买什么 已经不是要买或不买的问题了 那确实我们也观察到了 3月10号以后台股之后打出了第二只脚 在联准会宣布升息以后 台股就出现大涨 那到今天从底部最低点涨上来 也已经将近1000点了 所以啊 你会发现 如果你没有在当时勇敢买的话 很多的股票到现在距离底部 也已经涨了十几% 所以啊 我们就要跟大家讲的是 股票还是要趁正当买 那你能买便宜的股票 你就不要去买贵的股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日K涨什么样子 一样在前天的财经集中上面 我有跟大家讲过 这条颈线非常的重要 当时啊 股价还没有站上这条颈线 颈线的位置大概是在17560点 在昨天台股大涨的情况之下 真的是站上颈线 而且还是跳空开高 那我们看到今天股价 虽然相对比较弱势 可是依然守稳在颈线之上 所以今天他既然能够突破 我们原本这条颈线 他成功的站上去了 下面一个观察重点 就是能不能守稳 如果能够守稳的话 行情在这边 当然是有利于多方持续进攻的 因为毕竟前阵子 真的太多股票超跌 那我们在这边啊 也要跟大家聊一下 到底有哪些股票是值得留意的 首先你如果有在看我们的股票 我们的节目的话 你会发现3月22号 我有没有说股价持续看多 拉回找买点 其实我当股票是什么 就是康普 4739的康普 那我们看一下康普今天的股价表现怎么样 还不错 虽然说在过去几天里面 可能股价稍微震荡一下 可是你会发现在今天台股 还在下跌的情况之下 康普明显的有人进场 在今天已经大涨了5.16% 相对于大盘来讲是强非常多的 那另外我们还分享过哪一档股票 就是1727的中华化 一样是在两天前的财经集通上面 我们在群组里面也有重复的提到 那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中华化是相对比较弱势的 因为它毕竟已经连续涨了好几天了 它也涨了两根涨停板了 那你能够期待它要继续一波到底吗 我们说过几率是小的 所以昨天股价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档 可是你看这种股票 它回档以后 它有死掉吗 它没有死掉 它今天一样一度大涨6点多% 那现在涨了4点多% 也是一样相对于大盘来讲还要来得更强 除此之外 有没有一些新的题材 或者是有一些题材的资金正在扩散 当然有 就是关于重电的题材 不是那个去重电 去田里面重电 那个重电是很重的重电 那重电是指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最近国际能源飙涨 那很多的绿能啊 还有除能的题材就浮上台面 那你这些绿能除了要去把它储存起来以外 所以除能就是一个题材 再来我们要如何让这些绿能能够在 在一个适当的时间 把它输入进我们的电网里面 这个东西就必须要靠所谓的 我们刚才讲到的电网 那除能电网还有这些重电的设备变压器 它就变成的是一个资金追逐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514的雅力 还有1529的乐视 他们在今天的股价表现都非常的强 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去做追高 台湾的重电类股啊 大概有这么多 我们全部都帮大家列出来了 我认为大家不需要去过度追价 因为过度追价的风险都是会比较高的 有一些股票他们是相同的产业 那他们也做了相同的产品 但是机器还是相对的比较低 那我认为大家应该要把目光 放在这些机器比较低的 因为你这样才不会摄入太多的风险 那如果我们确定这个产业趋势 能够维持一段时间 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两档股票 其他的股票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关于这些财经知识啊 还有我们的个股分析 产业分析 我们都会持续的放在群组里面 来跟大家做一个第一时间的分享 所以如果投资朋友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进来我们群组看看 或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想要知道什么 谢谢大家收看见财经第一线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